oh baby network 空中的夢想將有 所以現在畫面要出去了 已經出去了嗎 出去了喔 這麼快喔 我們不是遠距離嗎 今天怎麼會這麼近距離要看到這些帥哥美女啊 天啊 很緊張耶 真的很緊張耶 要近距離愛上他們耶 但是遠距離變成近距離 剛剛你們有聽到 有一個吱吱喳喳的到底在叫什麼 我是溫文爾雅 氣質出眾的光語 我今天呢在節目當中呢要 進行這段訪問呢 很多人呢期待很久 你們有沒有上飛碟夜光家族粉絲團 上飛碟夜光家族粉絲團 看一下我們的直播畫面 已經出去了 喔 哥帥的咧 妹妹的咧 哥哥妹妹 大家都很帥 很美啊 我們在飛碟夜光家族粉絲團 讓我們熱烈歡迎呢 這個團體呢 喔 這是偶像團體嗎 應該是耶 團體 偶像團體 這個團體 這個團體就叫做 近距離 愛上 你 掌聲歡迎 嗨 各位好 嗨 嗨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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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透過遠距離 我們的視訊方式 就居然可以看到呢 幾位帥哥美女 來今天我們一個一個問候一下 《近距離愛上你》 這個 劇組 人員呢 他們 我們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就透過呢 線上的方式 但是 這線上方式居然可以開幾個視窗 每個人頭都大大的 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在飛碟夜光家族粉絲團上面 我們先來歡迎呢 上一次我就很希望他來現場的 導演 陳怡瑜 導演你好 嗨 導演 光雨哥好 光雨哥好 你好 你好 導演 朋友們大家好 原來 你就是近距離愛上你的導演 是的 你也是明星耶 你看起來也像明星耶 沒有啦 你好像是其中混在他們 其中是年輕的演員的那種感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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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導演 導演你自己在拍這個戲 你應該覺得 哇能夠拍到就是劇組 大家一起來演出 而且每一個帥哥美女 戲又演得好 而且每個人都很敢演 就是叫他們演什麼 你就覺得賺到了賺到了 近距離愛上你 會紅都靠你們了 有這種感覺嗎 有有 有 對 真的 非常感謝他們 很感謝 來來那換你來介紹一下 今天在這個畫面現場 由你來介紹 好 我先介紹在我的 應該是右手邊對不對 你說在螢幕上面嗎 螢幕上 看到的 在螢幕上 在右手邊的這一位 右手邊 對 他是在裡面飾演夜信思的安俊鵬 安俊鵬 掌聲歡迎 好 光明哥好 安哥 安哥 啊不是 彭哥彭哥 不是不是 哈哈哈 來來來 君彭你好你好 我們又再次呢 透過線上 然後碰面了 對 你知道這個 近距離愛上你呢 就是播到最後呢 大家都嗨爆了 然後你要不要說一說 你現在的心情 現在的心情 對 有一種 就很放鬆啊 雖然有點覺得 不捨 聚播完了 會有點不捨 不捨 但是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很輕鬆了 大家又聚在一起 就覺得很開心 很好玩 很好玩 對啊 你看你們這個兄弟之戀呢 讓人家覺得 哈哈哈哈 很很糾心 好那那現在換你來介紹 接下來 好 那當然我就要介紹我的弟弟 弟弟 對 是不是他在下面吧 欸 你這句話聽起來 他在下面 哈哈哈哈 欸 我怎麼突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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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 我反 反應太快了嗎 哈哈哈哈 好你來介紹 好好介紹 在你下面的弟弟 在我下面的那位弟弟 你看 而且我們今天都穿藍色 對 真的耶 我們沒有講好 對 沒講好 對 好來你要怎麼介紹呢 對 這裡是我的弟弟林家威 歡迎家威 大家好 對 來家威你好 嗨 光一哥好 對 他這樣他只講說他是 你是他的弟弟 只有這樣嗎 你們的關係根本不只是這樣子啊 他這樣子淡淡的介紹 歡迎我的弟弟 林家威 沒有啊 接下來讓他說啊 發揮對不對 這是他的家人 對 也是家人 對 也是家人 也是家人 好 來 家威劇 劇情播完了 怎麼樣你也說說現在的狀況 就覺得 就覺得 這一段時間很像一場夢要醒了 然後會突然覺得這場夢很短暫 你突然講這句話會有點想哭耶 這場夢好短暫 這場夢終於要醒了 聽起來很感人耶 很像一場夢這樣 對啊 很感人耶 我相信 我相信現在正在看直播的喜歡近距離愛上你的這個粉絲們 你們是不是很不希望說導演你可不可以再剪出來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你們都不希望結束對不對 就有這種感覺 這就要問導演了 對 導演你有暗卡嗎 嗯 你有藏絲嗎 沒有 我已經精銳進出了 哈哈哈哈 精銳進出了 但是大家會期望說 你是不是有那個就是有那些現場NG的畫面 或者說也很棒 或者是演另外的 然後沒有用到的 趕快盡量擠出來 啊導演沒有嗎 嗯真的還沒有耶 不太有但是我們有花絮 哦 大家可以上對Line TV看 我們有一到十集都有花絮 都有花絮 那花絮已經也結束了嗎 還是還會再擠出來呢 對啊 哦 嗯 有可能哦 哦好險哦 導演 你應該給大家有一點夢的那種感覺嘛 對不對 好啦 那接下來來換我們的弟弟 家威 你來介紹 換你來介紹 好 那我就來介紹 對 我們劇中 花美男擔當 哎呦 我們的藤木人陳麗安 藤藤你好 你好 藤藤你好 來藤藤 來藤藤 來來來來來 藤藤也是安哥啦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對對對 安定 對啊來藤藤那個 劇也是播完了 最後也是 啊你跟那個啊 啊我們善存 善存真的實在是 就是高潮疊起啊 哈哈你是我的 你只能是唯一是我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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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鋪上去就 好吧你自己在看戲的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也不想要結束 也跟那個家瑋講的一樣 像夢一樣 嗯 對 其實很像一個旅程結束的感覺 對 然後 現在回味 回味的 現在所有的事情啊 都變成 很美好的回憶這樣子 嗯 都變成很美好的回憶 對 那 你們自己在看戲的過程當中 我可不可以問你們 你們有哭嗎 你們自己在看會 會哭嗎 應該哭慘了吧 哈哈哈哈 哭慘了對不對 對真的是哭慘了 對真的是哭慘了 有欸有欸有哭有哭 喔立安也有哭 喔立安也有哭 對不對 對像 像那個下藥的戲跟 還有我在陽台 走走出陽台邊喝酒邊哭那時候 喔 那那兩次我也是 再看一次覺得那個感覺 就哭一次 喔那兄弟 兄弟虐戀也是讓大家都哭爆了對不對 是不是你們自己在看 我們這對太多好哭了 對啊 永信應該是 隨便都可以哭 包辦類點吧 真的 幾乎對很多類點都是他們 喔 你們自己說好了 這個業家包辦 我現在在看直播的人 我問你們 你們自己坦白說 請問看近距離愛上你 你們是一集不哭 你就不是人哪 是不是這種感覺 哈哈哈哈 可是又有笑啊 就是有時候真的很 很白癡欸 就是那種就 就是又笑又哭 那種瘋子一樣 你們自己說 大家在看近距離愛上你 是不是 真的超好哭的 來來來 接下來我們這個上次呢 就是沒有來上 但是一直期待她來 她來介紹女主角 歡迎莉安你來介紹一下 來 歡迎我們的代表性人物 劉美芳 欸你 你 什麼代表性人物 哪有這種叫做 對啊 歡迎季欣玲 大家好 欣玲歡迎你 歡迎你 大家好我是季欣玲 也是劉美芳 也是劉美芳 劉美芳 美芳你 你覺得在劇中看到他們 這樣閃來閃去 有沒有覺得自己多餘 哈哈哈哈 沒有 我真的覺得 她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我就知道啊 就覺得是放閃的 對啊放閃都是他們欸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導致很多 觀眾想要混穿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來她剛剛呢 莉安說你是來 重要人士 欸你怎麼會這樣 代表性人物 代表性人物 你怎麼會這樣 只有介紹這樣代表性人物 你要介紹人家是 就是 氣質優雅高貴出眾 然後呢在戲中怎麼樣 應該是這樣介紹啊 對不對 來來來來來 所以你再來介紹一次 我看看 他可能不太想這樣子 因為他一度 有把我當成他的 敵人 對情敵 真的 所以 那時候 我現在也沒辦法 對他做太多的花獎 哈哈哈哈 你還在戲中嗎 欸 你現在還在戲中 欸沒有我 你現在也不會有效歷程 你說對了 沒有你 怎麼會這樣子呢 對不對 來機心靈 歡迎你來上夜光家族 然後這齣戲呢 也已經播完了 你身為這個其中的 穿真影線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 你自己在 在看這出去 你怎麼 怎麼 什麼感覺到已經播閉了 播完了之後 你現在什麼感覺呢 我現在還沒有感覺到已經播完了耶 真的嗎 為什麼 所有被標記的現實動態裡面 還是有很多片段 我到現在 我已經把最後一集看完了 因為我之前都不敢看 我怕我看完之後太空虛 但是我目前 對 就是還是覺得說 嗯應該還會有下一集吧 一直在等的那種感覺 哦 都還沒有一直到真的結束了 哦 而且我在看進去愛上你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把自己當成裡面的演員 我完全就是一個觀眾 哦 真的啊 原來你的秘密是 你在看的時候 你根本不會觀察自己 也不會看說哦 大家演的怎麼樣 你完全當作一個觀眾自己在看 很享受對不對 對 所以你也會跟著哭 你是不是 累點也很低 有啊 我特別是 特別是那個 永杰跟 總監的爸爸 OK 他們在對話的時候 那時候哭到爆炸 你怎麼現在也要哭了 因為想起 那個畫面對不對 哦那個真的是太揪心了吧 你說溜冰場那一場嗎 在溜冰場那一場嗎 是不是 他對他爸爸在講講話那一場 不是不是 是在家裡的時候是 爸爸跟他說 就是因為你是我的兒子 所以我選擇了 我接受你的選擇 哦 哦那真的是太揪心了 對不對 來各位你們呃 現在正在看直播的 我們都在飛碟夜光家族粉絲團 上面呢 做這段直播 那即使是防疫期間 我們的直播呢 一樣很好看 而且呢 每一個人的這個 頭像呢 就更清楚 呃我們坐在現場 當然燈光美 氣氛佳 大家現場這個 即刻互動也有 很很很棒的這種 火花上一次的那個訪問 每個人都說 不要結束 不要結束 真希望訪問趕快 再繼續下去 連那個扇純 扇純金因為有有有事情 所以沒有辦法在這個 現場呢 跟大家一起 可是他也是說 不要結束 不要結束 那你們也都都這種感覺 聽眾也是 觀眾也是 那今天呢 我們透過呢 視訊 讓大家其實看得更清楚 就是每個人的 臉上的表情啊 啊 然後就是彈劇的時候 也不會有覺得 哎我們是 現在沒有見到面的 這個感覺 我覺得這是一種 你需要想像 有時候演戲 你們自己說 你也是不是都需要想像 就是你要進入到一個情境 然後你要想像那個劇情 你要想像你這個 你是他 那你當時你的情緒怎麼樣 所以當你們在哭 為什麼這麼感人呢 就是那一定是想像的 不是說你們真實生活中 啊你們就是劇中人物 就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一點 你們可不可以來說一下 導演你是不是先說 你有沒有覺得這些演員 他們的那種 那種創造力跟那個想像 還有投入的感覺 是這齣戲讓大家看到 都覺得他們真情流露 然後就是會成功的原因 導演你說 呃我我倒覺得 他們給我的感覺 是他們在現場 其實是都是很真實的 就是其實我們我們拍戲 就這一個半月的時間 對但是我覺得 在在這個短短很密集的一個時間 他們其實就是在過這些角色的 一個人就是 一個人生的切片 就完全在這個角色裡面 完全都是在裡面 我覺得他們 其實不是想像耶 而是他們已經變成那個角色了 對對對 所以很多很多的東西 其實是完全都是來真的 對我覺得是這樣子 好那那那俊鵬你說 呃的確的確在那段日子裡面都是 完全是呈現 沉浸在那個角色裡面啊 對啊因為 呃我自己就是每一次在演出的時候 也都是習慣這樣子 就是我會跟我自己所有外界的朋友 或是甚至是家人 我都不會有太多的聯繫 真的啊 我自己就對我切斷了 我會把自己關起來 對 概念 就是我我就是這個角色 對對對 所以每次你演戲的時候 就是家人都要失去一個兒子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朋友說最近他都不見了消失一個半月 對不對 真的我就消失一個半月 然後我就我就過一個半月之後 就突然出現 他們就嘿你拍完戲了 我說哦對啊對啊我拍完戲了 然後就恢復正常的我你知道嗎 所以這 對啊所以這個真的是 呃一種一種 那還好我拍的還算蠻快的 對對對 沒有消失太久 對 萬一拍個半年 萬一一個戲朋友都沒了 哈哈哈哈 對啊 所以那家威呢 家威你也是這樣子嗎 因為 對我自己也是跟我哥一樣 因為剛好我的角色又 其實周邊不會有太多的 對朋友 對我的一心只有我哥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也把我的 外面的朋友啊什麼 就是一些社交活動我都沒有去 就比較常自己個人 沉浸在那個世界這樣 哇原來這是成功的秘訣 就是把自己畫一個 就是這個這個拍戲的這個時間 一個範圍 然後讓自己完全沉浸 哦 這個沉浸在那個情緒裡面 他才可以拍出這麼真實的感覺 對不對 對 對因為我覺得就是這個角色剛好 他也很需要自己的空間 嗯 所以 我就 就是讓自己 就是沉浸在那個狀態 我覺得會讓我的表演 還有整個狀態都更好 OK 那我們的莉安你也是這樣嗎 對啊 因為我在拍戲前面我就有 在FB個人的帳號就 就 就 分布大家說 就PO了一個文說 我很看重這次的機會 然後請家人朋友 身邊的 大家 不要打擾我 約我出去玩 然後不要 不要私訊我 都不要問我在哪裡這樣子 難怪這個是這齣戲非常成功的這個地方 那劉美芳你應該 就沒關係吧 因為重頭戲 沒有在你身上 就是沒有那個情緒很重的 沒有在你身上 你應該不用這樣耍自閉吧 對我沒有關起來 我反而更外放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會是劇中的開心果 在劇場中 對不對在拍戲的 還好耶我覺得在劇場裡面的開心果 反而是莉安耶 是喔 哈哈哈 莉安 不是因為他都會很冷靜的 就是像騰騰一樣很冷靜的做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 哦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 因為我私底下比較喜歡 讓大家的氣氛比較開心一點 對 然後 其實劉美芳在這部劇的角色 就是比較像是觀眾的角度 去看待這件事 其實看待這部戲 對啊 爆發出來講話肢體動作 都有點像是那個那個代替劇中 代替這個觀眾對不對 觀眾去投入劉美芳這個角色 去看待我們整個事件的發生這樣子 沒錯 沒錯 那其實氣氛來說的話 像我們 我們很常有一些情緒比較重的戲 對 那其實 導演啊 還有全部的劇組人員都給我們很大的空間跟 呃 時間去讓我們去發揮我們最大的能量 嗯 那其實導演在拍戲的這個過程中 一直用 一直用很有愛的 有 他就會跟每一個工作人員 保持很好的關係跟聯繫 對 所以這樣 呃 所以我們導致我們 在拍戲的過程中 都是很有愛很有歡樂的 嗯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能 而且今天呢 又是會聊到心靈深處 講到這齣戲 讓很多人呢 就是在這一段播出的這個時間裡面呢 情緒上上下下 然後又充滿了不捨說他要結束了 但是他們一約呢 來上夜光家族 給大家在這一刻呢 欸 好像 雖然活動延後對不對 你們後面有活動有延後對不對 還有一個見面會 見面會 對 但是 但是還是一約 來上節目 我覺得這樣很好 我們待會休息一下 我們也把正確的這個訊息呢 再告訴大家 休息一下呢 呃 在飛碟夜光家族粉絲團上面呢 我們的直播還是會繼續哦 心跳進去 啊 休息一下 聽廣告了 星客剛上路 選高中 哈囉哈囉 我這邊說 見面會延期的時間還沒有決定 所以就請大家期待這樣子 如果有提到見面會的話 欸 好 謝謝 見面會延期的時間還沒有確定嘛 對不對 對對對還沒 因為現在疫情還很嚴重 對啊 大家還在過一個 一兩個禮拜再看看嘛 對不對 對對對 那你們都有做好 你們都有做好防疫措施嗎 有沒有 有啊 都有嘛對不對 大家都還是要 對 非常的 小心謹慎 安分守己的 對啊 安分守己的 沒事不要出去趴趴走 對不對 對啊 那你們自己在家 會自己煮嗎 我會煮 會啊 真的嗎 都會自己煮嗎 嗯 應該只有我會煮吧 你們這些小孩子 我會煮啦 哈哈哈哈 俊鵬說他會煮啦 不是嗷嗷帶補的那個人 哈哈 我吃吃我媽煮的 好來我們準備喔 等一下喔 那就按回來對不對 對 各位我們在飛碟夜光家族粉絲團 正在做直播 你上來就會立刻看到呢 五位帥哥美女 他們都是來自近距離愛上你 剛剛熱播完的這齣戲呢 哇大家回味無窮 那我們就相約呢 在播完的時候呢 在要辦那個見面會活動之前呢 趕快再來上夜光家族 他們說好啊好啊 那這次疫情的關係呢 結果就是見面會呢 先暫時延後 是以防疫為主 那他們還是一約呢 說沒關係我們還是先來上夜光家族 然後跟大家分享的播完劇呢 大家心情還是在最高檔的這個時刻呢 大家一起來聊一聊 好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在我們這個畫面現場的呢 有導演陳怡 陳怡瑜 然後有安俊鵬 有林家威 有陳立安 然後有紀心靈 他們都是男的帥 女的美 那劇集呢 這是一播完呢 就是剛剛那個心靈說 欸我好像還沒有結束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還要再期待下一季 那剛剛導演也說 沒關係啦 那個我們還是有花絮啦 那我說花絮一到十集 那後面就沒有了嗎 但因為大家還是會期待 希望還有再有 結果導演就說 呃 maybe有可能喔 還有可能會有啊 給大家一絲期望 請問一下劇集播完了 你們都說一下 你們的粉絲們 因為你們一定都獲得非常多的粉絲 因為包括呢 這個代表呢 觀眾立場呢 在劇中演出的牛美 牛美芳也有一定有你的粉絲 請問一下你們的粉絲呢 回饋給你們的是什麼 就是劇集播完了 回饋給你們的是什麼呢 來來我們請俊彭你先說 來 現在最重要的 回饋給我們 嗯 最近一直在說的是什麼 當然我覺得最多的就是支持 跟他們 因為有時候 呃 你你會需要一些 也會需要一些力量吧 或是一些溫暖 對 所以他們在這個方面 會回饋給予我們很多的肯定 還有支持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對 嗯 對啊 然後就自己也會覺得很暖心 對 那除了這樣的這個支持之外 回饋給你們就是看完劇 他們的心得啊 還有就是對這個劇啊 他們的這個看法 欸大家都還是也也都整理一下 俊彭有沒有 他們有說啊我最喜歡什麼 然後哪一段他最最最最最最痛苦 最怎麼樣 呃 應該我我自己看到的訊息的話 應該很多大部分很多人都會傳 呃 跟我說是關於爸爸媽媽這一塊 嗯 父母的 對對對 如何跟爸爸媽媽好好的溝通啊 然後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 然後還有呃 我跟我對於弟弟的感情 呃 然後他就是會 嗯 因為跟弟弟就是 哥哥就是一直很沒有勇氣的人 對 所以大家也會說欸 那我看到最後 因為我們最後是灑糖嘛 對 好甜喔 終於在一起 對 對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嗯 就是要也要像我們一樣這樣勇敢 然後要表達自己的所愛 這樣子 給他們希望 他們有收到這個 我覺得很棒 嗯 好 那弟弟咧 家威 大家回饋給你的是什麼 你的粉絲弟弟粉 我 因為大家其實 我覺得現實生活中 比較缺少的會是像弟弟這個角色的定位 勇敢 其實 執著堅定 對 就是我擔任一個幫哥哥 就給他勇氣 領導者 對 你反而領導的 對 沒錯 所以呢 那你覺得就是 就是粉絲給你的回饋是說什麼呢 就其實很多是 包括在前期 是我對哥哥的情感 就是我需要 坦白很多事情 讓他了解我的心境 然後再來就是 我默默為哥哥 做的這一切 就是 對爸爸做的這一切 包括幫他 擋下這些戰火 把戰火引到自己身上 為了就是讓哥哥可以回到他最愛的家 這邊 好感人喔 我覺得這邊是很打動人的 因為在現實生活可能會比較少這種角色 那有沒有人說你來當我弟弟好不好 有很多人都跟我說 拜託我也需要 要跟哥哥搶弟弟 對要跟哥哥搶弟弟 你當我弟弟 你到我家來幫忙一下這樣子 對不對 對就是大家都想說 好好我現實中也要有一個這個弟弟 然後拜託我要把弟弟抓走這樣 對啊 好 居然敢跟我搶 哈哈哈 哥哥生氣囉 哥哥 沒有喔 好來那個 立安 陳立安呢 那你的粉絲給你的回饋 我想你的花美男粉真的大家也很瘋狂啊 立安你說 回饋嗎 就是看這部戲的心得 對 嗯 他們很多因為我們近距離的劇情啊 所以有很多投射他們投射他們自己本身的日常生活裡面 嗯 然後有很多感想 然後也有得到了很多啟發 那其實他們在這個看完這部戲得到這個意義 得到他的一個心得是愛是平等的 愛都是一樣的 嗯 他們是 對他們是覺得說 嗯 其實 愛這些東西是沒有任何的偏見跟 嗯 呃 就愛愛是沒有任何的偏見啊 嗯 然後就是覺得愛是一樣的 愛是平等的這樣子 嗯 嗯 嗯 那有沒有人 就是跟你講說 疼疼你是我的 呵呵 你只能唯一是我的 有人這樣說嗎 有很多人都是很想 很想要很羨慕蕭立成或是很羨慕疼慕人 對 就像因為蕭立成這本身的個性就是 比較 呃 很充直撞 但是又有一個很溫柔的 他有一套消逝的浪漫 對 那疼慕人就是會有比較呃 呃 內斂或是暗暗地幫忙 或是替人家著想這部分 對 他們就會有覺得欸 他們在每一個角色裡面都有寄託這樣子 是 所以看完一齣戲 大家入戲很深 然後期待也很高 我想可能有人敲碗說很希望 這個故事發展下去 到底王子跟王子 然後從此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媽 然後呢 他們之後的就是會 就是像那個 蛤 史瑞克那種 也是後續就發展 就是第二序篇 然後第三集這樣 應該有人敲碗說 要這樣再演下去吧 導演 對不對 非常多人 是不是 嗯 嗯 那導演你有心理 心理準備嗎 我覺得對啊 就是 還還在沈浸在那個劇情裡 大家都有點出不了戲這樣子 對沒有錯 那現在還可以看得到嗎 覺得看不夠 對啊現在還是可以看得到嗎 對不對 對啊對啊可以看得到啊 所以那現在大家要怎麼看 就是 人家就上LINE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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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看得到 然後全部的每一集都可以看得到對不對 嗯 現在是一到二十集 只要你是VIP的會員的話 你都看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 那太好了 嗯 有的人就是他喜歡呢 就是很快速 兩天就解決 這是不是兩天就解決了 我覺得拼一點應該一天就可以解決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對啊 他拼一點他是要拋夫妻子 還是要拋妻 拋妻妻子 還是 還是要就是 阻斷所有的那個跟人的這個連結 不吃飯不睡覺 然後不 有欸有粉絲跟我講說 他就是 之前就是 每個禮拜天在追劇啊 嗯 他就是會在那個我們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是九點開播 對 他就是在九點之前就把所有的家務做好 小孩安頓好 對 就是不要再來吵我 他就要專心的進去這樣 所以你看欸 真的很多人好希望 就是有第二季喔 好希望近距離愛上你 就是近二 對不對 近二篇 第二季 對 大家都都很期望啊 然後我們的這個 心靈 來 欸 心靈 你的那個粉絲的這個回饋呢 在看玩具 你說代替觀眾的角度在劇中呢 這 你 你這個角色呢 欸 非常的 就是很劇中 就是看戲的人啊 就觀眾的角色 那他們的回饋是什麼 我其實 就是沒有覺得我都很多粉絲 我反而覺得我都很多的小分身跟好姐妹 他們也會放 他們的大頭照還會放美方的照片 對 然後說自己也是美方 我也覺得很可愛 然後還會放說 就是我做反應的片段 然後就說 這就是我這就是我 我看了也覺得 對我看了我也會這樣子 對我就是這樣子 對對對 我就覺得 有啦 有連到那個反應 有連到心 對 就覺得很開心這樣子 真的 所以你看你們每一個 你自己說他們 可能就是變成他們都是小美方啦 都跟你站在同一陣線 反而不太像是粉絲 但其實這就是粉絲 就是他覺得你很好 然後跟我很有共鳴 對如果是我 我也會是這樣 因為看這樣的這個劇集裡面呢 他就是集結非常多不同的角色 而這齣戲呢很棒的是 每一個角度 每一個角度 每一個角色呢 都非常的剔透 說出了他會遇到的困境 然後他個性的發展 遇到問題 他會怎麼去處理 怎麼做 因為這都很細膩 導演我可不可以請你 就是你說一下 這齣戲現在要播完 然後一直這麼成功 那你覺得成功的這個原因 因為觀眾也有觀眾的角度 觀眾的反應 就是說他們很愛拿臉 你可不可以總的來說 你現在的感覺 這齣戲會成功 我們來開個檢討會 原來什麼理由是最重要的 比如說這個故事就是夠吸引人 或者說我們的演員真的是 是太成功了太鮮活了 就很吸大家的眼球 還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評估一下 你覺得成功的理由是什麼 我覺得一個戲劇的成功 其實真的是天使地利人和 然後對 那我覺得就是除了劇情以外 然後我覺得演員是 就是演員的表現是 佔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因素 對 所以其實我一直強調說 我很幸運是 我可以找來這些很優秀的演員 因為其實我在前期在選角的時候 我就一直強調就是一定要是 除了顏值以外 就是要會演的 就我很我很重視演技這件事情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現在觀眾 其實他們在看戲啊 其實他們除了看演員以外 他們很多時候是在看自己 你知道嗎 嗯我非常同意 嗯非常同意 對他們其實 對他們其實你要有 讓他們有那個共鳴 你有沒有演到我的心坎裡 我所想的或者是我的苦 對我所經歷的 你是不是演出來我真正的感受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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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很 嗯我認為很很成功的一點是 就是我們在情感的那個上面 就是都讓大家產生了共鳴 嗯 那那個東西就會鑽進他們的心裡 嗯 欸 其他人 你們是不是也 像這個導演所說的 你們是不是感受很深刻 就是他會紅的這個原因是因為 那個角色都很深刻 而且是可以投射很多人的這個 這個角色 就是每一個角色當然很鮮明 可是每一個所經歷過的事情 都有一部分的人說 對我就是這樣的感覺 就包括像像美方這個角色 也一樣啊 就是對 是我我當場我的反應就是這樣 我會說的就是這樣子 美方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我在準備美方這個角色的時候 是從我的朋友身上挖過來的 哦真的 哦OK 對因為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樣子 所以我就把他覺得 我也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就把他的樣子搬過來我身上 然後自己再添加一些美方成分 嗯 我覺得 欸那立安 你這個花美男 那你 你是這個角色你是怎麼定位他 你怎麼做到 剛剛心靈說他是從朋友 那你呢 哦我嗎 對啊你怎麼形作 很路人 對 呃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也是有跟 拍戲前我跟導演拍那個排戲 對 那一直在拍戲的過程中 一直在調整這個角色的狀態 對 這樣子 所以就是跟導演好好研究 調整出來的 對不對 對對對 OK 那加威你呢 你這個 這個這麼 這麼 必須要安靜 然後壓抑 然後但是卻又很敢衝很敢去做的 你 你怎麼 怎麼形作這個角色 我覺得他比較像 可能很多人的私底下的一面 就是一個人多出的時候 OK 對然後就是包括很多想法 可能有些人想的不敢做 但是我的這個角色就是 他想了他一定會想辦法去做到 嗯哼哼哼 而且沒有達到他的目的 他是不會 就不會停止的 是 所以我覺得就是他必須要很堅強 又要必須洗腦自己 勇往直前 我覺得就是他 他很多時候是他可能 在這個年齡但是 他強迫自己成熟 要去面對自己這些事情 去處理這些事情 嗯 OK 那俊鵬你呢 你怎麼形作 你有什麼 可以參考的 去形作這個角色 我覺得 就導演選我們的原因 一定是我們 某一方面 或是某一面 跟這個角色有一個很相似的地方 對 因為大家都有很多面啊 那我覺得 譬如說 我自己的那時候是想說 可能是比較 比較溫暖的那一面 那就是我就把這一塊 提起來放大一點 然後呢 再加上很多很多的細節 因為 幸思這個角色就是 嗯 比較細心 然後比較溫柔 他比較不像 歷程的那種溫暖 嗯 所以就再從 所以就再從 在從 譬如說 我這個朋友 他感覺比較溫柔 我就從他這邊拿一點溫柔過來 然後把他放在自己身上 然後就會 讓自己那時候在準備的時候 就 盡量去習慣這個感覺 多去 在意一些事情 然後多去 細心的觀察身邊的事物 然後久而久之 慢慢的就 有這個 有塑形成一個樣子 然後再跟導演說 因為導演這樣OK嗎 然後有沒有達到那個感覺 沒錯 我覺得演員都要EQ很高 同時觀察性要很強 然後當你自己在調色的時候 你的調色盤 對對對 調了之後就 欸我我我行錯這個呢 我就問一下 欸導演 這樣子OK 這就是觀眾呢 會看到呢 就是演員為什麼都成功 因為他們自己努力的功課做得很足 其實坦白講 剛剛導演講的我很同意 尤其我在訪問上一次跟這一次的時候 我都覺得 演員每一個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自己也很很負責任的進入到那個 角色的情緒裡面 做的功課也都很足 所以大家看到 欸怎麼這麼全面向 然後他是會一種非常感動的 所以近距離愛上你 現在仍然在LINE TV 雖然這個最後呢 完結篇已經播出了 但是現在完整 如果你要追劇一到二十集 剛剛說什麼 一天就可以完成這 啊你們嘎盤子大小 怎麼可能 還有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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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要兩天吧 拜託 張宇哥 可是真的因為我很多朋友 他們是很不喜歡那種 就是一直每週這樣跟進 這到底是要等多久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他們就是要忍忍忍忍到全部 多完他們要一次追 好來我們待會休息一下 我們這個直播呢 仍然會繼續進行喔 這裡是飛碟夜光家族 我們在飛碟夜光家族粉絲團上面 還在做直播 我們看在這個廣告中 直播 我們還要來聊些什麼呢 好現在現在仍然直播中 直播中 來待會多說 來你們 你們說平常啊 然後這個疫情 然後再加 欸你們做些什麼 剛剛那個俊鵬說 你會做菜嗎 那你做些什麼 我媽 對啊你會做什麼菜 我這幾天有做咖哩飯 喔咖哩飯 對 你自己做喔 還是媽媽做你在旁邊幫手而已 沒有 我跟你講那個 那個這個就要這樣說起 我咖哩飯我媽是也會做 但是因為我自己之前做過 但我媽本身不太吃咖哩 所以她不太懂說那個 呃要大要怎麼做 因為她不吃嘛 然後她也不會試那個味道 所以我就在旁邊這樣子 喔 教她 但是我我自己是有 本身都有做過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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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心靈 心靈有做嗎 沒有 心靈有做 沒有啊我不會做菜 你沒有做菜 那你疫情時間 你吃飯怎麼辦呢 都外帶外買 沒有沒有 媽媽煮 而且我們家三個小孩 我媽媽就會說 她每天都要餵三隻小豬 哈哈哈 原來三隻小豬 出現在這個技嘉對不對 對 OK 好 那 欸等一下喔 我們準備一下喔 馬上又要再進來囉 喔 OK 好 好 好 這齣戲 完結片了 可是仿佛一直沒有下片 大家的心都還揪在那裡 因為太好看了 近距離 真的愛上你了 都轉 陳詩安演唱 我試著去勇敢 面對所有悲傷 有你的地方 你卻好遺忘 你試著去飛翔 你說過的遠方 你失了方向 你們有沒有在飛碟 夜光家族粉絲團看直播 我還在回憶裡 都想 你還在回憶著近距離 愛上你嗎 還在兜轉 還在兜轉著嗎 你笑容燦爛 你笑容燦爛 我走著轉 你躺在懷裡 我走著轉 我看到 我們劇組呢 大家都很投入 你看那個導演 跟著搖頭晃倒 然後我們的這個 心靈 你看就帶起了手與舞嗎 還是 然後 然後大家都很投入的聽到這主題曲 我也必須要說 近距離愛上你呢 這主題曲 非常的成功 裡面的樂曲 好 這每一首歌出來 然後跟劇情的這個結合 導演是不是很成功 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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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沒有沒有聲音耶 我們現在聲音沒有接進來嗎 這邊是 有 我們先那個看一下 先稍後 是 哪裡 喂 喂 還沒有我們先聽歌 看 我還在回憶裡偷著轉 你笑容燦爛我偷著轉 你躺在懷裡我偷著轉 你躺在懷裡我偷著轉 我偷著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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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們在飛碟葉光家族粉思團 正在做直播 近距離愛上你的導演 陈一鱼 还有安俊鹏 林家卫 陈立安 季心灵 我们正在做直播 然后我们的善存宝宝 善存呢 他今天有事没有来 但善存呢 他推出个人的这个单曲呢 他也即将会来上夜光家族 所以请大家都期待 好了 导演你有听到吗 现在有听到吗 导演的声音还是没出来 所以是 是哪里的原因呢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近距离爱上你 我们先告诉大家 近距离爱上你 本来是会要安排见面会的 在最近要安排见面会 但是呢 因为防疫的关系呢 所以先延后 先延后 那最新的讯息呢 会在近距离爱上你的 的这个官方粉丝团上面呢 会跟大家公告 喂喂喂 导演 喂 有了有了 有了 他有了 可以听 我刚刚退出又再进入一次 哦 所以就有了 好 来来来来 导演 来你来说 是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主题曲也很成功 插曲 很成功啊 对啊 这次特别谢谢Sony Music 对 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对 然后那个那个搭配的那个感觉 不只是好听 是他搭配剧情 怎么那么紧密啊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所以 是不是演员你们 我自己 你说 我自己在后期在做 就是配乐的时候 也是 对 因为我会 我会 根据就是这一场的氛围跟情境 去下音乐 是 然后 对啊 这个很多首歌 我自己都吓一跳 对啊 怎么会 因为其实 鸡皮疙瘩 这些歌 这些歌 对 这些歌手的歌 其实并不是为了这个剧量身定做的 嗯 对 就是他是他们 对 是他们自己的 的专辑嘛 嗯 对 但是我们刚好挑的这几首 然后搭配我们里面的剧情 就是意外的合拍 哇 哇 对 所以 所以这个正好是 天助我也 哈哈哈哈 嗯 天助这个近距离爱上你 对不对 哎 演员你们自己在看剧的时候 是不是看到那里 然后当音乐啦 或者说是歌曲啊 出来的时候 哦 都突然就会被震到了 都被震到了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真的 哦 像像是安哥的唯一想了解的人 对 就是我们的那个 对 算是我们的定情的瞬间 对 对 特别有感触 所以 有时候我们在看 在看的 看的那个途中 就会被那个 是安哥的音乐 跟那个画面 对 瞬间停住的感觉 其实双CP都是那首歌啦 对啊双CP都是 就是永幸 对 永幸在那个山上 哦 也是 轻下去的瞬间 也是 那个真的厉害 那一瞬间 对对对 那一瞬间 真的 那个音乐 原来你们 你们都共用 共用一个歌 对的 哈哈 共用一个歌 这样 对啊 所以 好 那这一出戏呢 到 目前为止 大家好像还不想要 让它结束 然后希望要有第二季 导演 你知道大家还沉浸在 那个气氛里面 但是你一定要 人间清醒啊 哦 大家都在嗨 呼唤说什么 要有第二季 你人间清醒的 告诉我们 你有没有这种 意愿 觉得 诶 似乎可以哦 嗯 我很清醒的 告诉大家 怎么样 有这个意愿 导演 导演 结果导演是 很负责 说我很清醒的 告诉大家 我很有这个意愿 哇 导演哥我跟你说 怎么样 怎么样 我们前几天 在那个 我们自己有一个直播 然后还有导演 我们就在聊天 然后我们就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 才可以有第二季呢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要留言 超过多少个 留言要多少 8万8 对 8万8千 8万8 才会发发发 发下去 对不对 对 然后有这个 破这个留言 然后就请他 开第二季 那大家一定会 毛起来啊 再看一次的时候 再留言 每一集 再看一次的时候 再给他留个 五百 一百篇 这样子 一百册 我们自己是 自决定的 对啊 好 那你们有信心吗 来来来来 那个 家威 你有信心吗 有 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真的哦 就是会有第二季 对不对 好那心灵 你有信心吗 非常有 不要小看美方们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小看美方们的力量哎 看的那个力量有 对 真的 好那那立安 你也有信心吗 当然 超有信心 超有信心 好 那那个 我觉得应该会变成 一个全球的蜂巢 真的 因为我觉得四个角色的定位 我觉得大家都越讲越离谱哎 哦 越讲越化山 你们都人 你们都很人间清醒吗 全球蜂巢 你们是人间清醒吗 对请问一下你们 那现在在看直播的人 你们人间清醒吗 你们觉得会有第二季吗 然后会成为全球蜂巢吗 哈哈哈哈 是不是那俊鹏呢 你有人间清醒吗 你觉得很有信心吗 我非常清醒啊 我觉得 我之前有一次也是跟弟弟去参加一个另外一个节目 然后他有一个是 我们有拍一个那个比较亲密的一个那种互动的影片 然后就说那要多少个留言他才会释放这个影片 然后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随便说 我们说留言流超过5000 然后我就还去看了那个其他片的那个留言 然后那个留言大概就是 几百就已经算很多 对应该不可能 然后我们24小时不到一天 我们就5000多 不到一天 对 哦所以就必须释出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八万八 OK 哈哈哈哈 所以各位 来呃 仍然在热播 哦因为现在你可以 二十集一次看嘛 所以我还说仍然在热映啊 你就是一次就可以追的 近距离爱上你在LINE TV 那今天呢导演陈一渝 还有这个安俊鹏 哥哥 然后林俊威弟弟 陈立安 林家威 啊林家威对不起 林家威 弟弟 然后 然后 他跟哥哥 他就融合在一起 对对对 不小心的 然后陈立安呢 然后跟这个 这个季心灵呢 都在节目的这个 飞碟夜光叫做粉丝团 请大家把这段直播分享出去哦 等一下哦 我们能不能继续 小贾斯丁 你 know you can call me if you 你 确定我们要一直急这个八万八吗 对啊 急八万八 你们导演你有信心吗 八万八OK吗 你有信心吗 我觉得可以啦 大家比夸张的 吹牛大事 好像在这边吧 真的 吹牛大事 吹牛大事 对啊 这 大家在比 比夸张的对吗 嗯 是不是 但是 可是你看其他人都 没有啦 但是我们真的 世界各地的粉丝真的都有 很多嘛 对是真的是真的 对不对 有有有写英文的 哦对不对 有写日文的 而且光雨哥 我有有一个粉丝 他对当编剧也很有兴趣 他就私讯我 哦 然后把他的那个故事大纲传给我 哦 然后说希望可以跟我一起写剧本 所以第二季很有可能就是你看那个剧本方向人家都赶快提供过来了 对不对 哈哈哈 就是大家真的很热情 哈哈哈 对所以可见呢 还有还有很多粉丝说可以集职 哈哈哈 哦你看 就是各种各种 对啊如果你看可以做到这样子大家的反应这么直接那就表示这出剧的 的力度还有就是那个回馈强度非常的强啊 对不对 难怪导演你会说嗯你人间清醒的说你很有意愿要拍第二季果然就是有这些背后在支持着你的力量对不对 对对啊而且就是这次的合作经验不管是目前幕后都太愉快了 嗯 所以就是让人更更加的不舍不想分开 真的就不想分开 嗯 那导演就是说 导演不然这样子 诶 俊逢 你要说什么 我们拍个电影版 哈哈哈 诶 不是没有可能哦 对不对 电影版对不对 不是没有可能哦 还是不错 好 我再把麦克风嘟 我再把麦克风嘟到那个导演的这个面前 导演你有人间清醒吗 你有没有意愿拍那个近距离爱上你的电影版 哎呦我跟你讲我都不想讲了 其实我就是这样子跟执行长建议 哇哦天呐 人间清醒的说你就是这样跟执行长建议说对应该拍一个电影对不对 我要变电影咖了 哇哦 哇哦 不可能不拍吧 哇哦那如果这样讲的话真的是 哇这都有可能哦 将来有机会 那粉丝们应该是要超开心的 来来来来 艾星海刷起来 我觉得他今天长官现在会不会整个一直这样 汗从这边这样一直滴 哈哈哈 嗯 哎呀那那所有演员 你们要知道哦 你们还是 还是在备战状态哦 还是要继续在在钻研进角色的 沉浸里面哦 然后你们都要赶快在讯息通知 这些好朋友们啊 好你们的亲朋好友说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我快要变电影咖了 哈哈哈 是不是这样 好 你电影版刷起来 对啊对啊 好的好的 好非常的感谢呢 你们今天又再跟我们再度访问联系 我希望呢就是等疫情过后 然后见面会消息 我们很快可以告诉大家 那也期待呢 我们有继续好消息 继续再邀请你们呢 再来上节目 告诉大家 真的好消息一个一个来 好不好 好 OK 感恩 然后今天大家这段直播呢 请再看直播的朋友都把它分享出去 因为里面有重要的讯息 含金量很高啊 所以而且这些都是人间清醒的时候说的 你看都还跟执行长去建议了 所以电影啊 然后呢第二季啊 大家就希望可以把它催生 八万八嘛 对不对 八万八嘛 八万八 很吉利 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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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电影呢 哎一样就是主动 大家就已经列入呢 就是期望清单了 好希望近距离爱上你了 在LINE TV的这个播出 大家继续再追 OK 谢谢你们 感谢感谢 谢谢大家 好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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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